本日科技大學創意成多設計的 邀請幾位社區的老債夫 來跟學生責任 比較關心全年學生在他們的制度下 所創作出來的各種作品 好方期待制度的這種活動學生 讓全年學生更加了解這篇土地 社區的人數也能重新看到自己的計劃 其實我們很開心是 大學生可以透過像這樣的計畫 具體可以跟社區做一個連結 也讓社區的人看得到說 原來我們社區看起來好像很沒有用的東西 竟然在這些設計系的學生 我們創設系的學生的手上 變成了很珍貴的資產 那這樣子互相的影響 我相信孩子們會更認識土地 社區們會更看到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這項學校學生手工的活動 主要是學生進入社區 學生當地的工業 比較利用當地的材料 重新來創作新的作品 這是我做的爐主燈 就是因為湖本那邊就是 有一個巨竹林 然後我就想說可以把它跟爐主來結合 所以就以爐主取葉子的部分 取它葉子比較細軟的部分 把它捆成一束之後 用八色繡弦跟湖本的八色鳥顏色結合 捆成一束一束的 然後把它牽在那個竹子裡面 就是我的爐主燈這樣子 社區手工的老西夫 看到學生的作品都非常熟悉 這個人的創作比較喜歡 比較是讓他們很配合 我感覺這個東西 經過他們的手變很多樣化的 因為我本來是教他做掃把而已 結果東西來跟他們家 他們的變化 我感覺他們的生活很好 這兩個老人家 我希望他們連接不在一起 他們連接不在一起 會自己自己的連接 就有他們的無力 對 對 我會希望 我會提供到國外司機 大家來介紹給大家 我會跟你們審訊 跟我們一起 跟我們孫大 教訓室最開心的是 參加這份學生的學生 除了學鄉傳統的手工藝 也保養出很多討論和觀察 以及思考的力量 記者以名為 蔡王報道